用牛奶发面怎样做才能发得更好 做出来的馒头蓬松 渲软 不出现烫死的问题 今天这个视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它的做法 欢迎您的观看 大家好 我是老默 今天咱们分享用牛奶怎么样去和好发面 因为有朋友做牛奶馒头的时候总是感觉发得不太好 有些地方有欠缺 哪些地方需要修改呢 今天就给大家详细分享一下用牛奶如何正确的发面 咱们先来说和面要注意的 咱们今天准备的是面粉500克 也就是一斤面粉 然后干酵母 咱们加上8克干酵母 如果想加一个鸡蛋呢 咱们也可以直接打进去 但是加入鸡蛋之后一定要把它和面粉搅匀 然后咱们准备牛奶的时候一定把牛奶热一下 热到温热的状态 咱们直接来和面 这样和面呢 它能够更好地去发酵 咱们在加入牛奶的时候还像咱们平常和面一样 一定要分次浇到干面粉上 一定要把它揉匀 如果说牛奶和面粉混合不匀 咱们在制作的时候很容易出现问题 所以和面这一步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好 咱这种加水的方式 一斤面粉加入牛奶的量是250克 也就是面粉的一半 不同的面粉可能会有10到15克的差距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加完牛奶 咱们就直接揉成这样的团 在揉的时候呢 还是要注意 一定要把牛奶揉匀 揉出来的最终状态 咱们之前说过 一定是不粘手 这样的状态才可以 如果粘手呢 说明窝水 有些地方可能会发酵的不好 揉好咱们直接就进行发面 发面的时候大家要注意 一定要把面发透 发好 但不等于把它发过 发好的面团 咱们之前也说过那种状态 咱们只要是轻按 它不塌陷 就OK 咱们能够清晰的看到 我在上面滑的时候呢 它不会塌陷 而且呢 它还有微微的起伏 咱们直接拿起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里面的蜂窝 是非常细腻的 这就说明咱们发面刚刚好 如果说再发的过一点呢 咱们揉面的时间就会更长 做馒头也容易出现问题 这也是很多朋友不注意的地方 一旦发过 揉面的时间太短 蒸馒头 它不是回缩 就是起泡 发好的面 在揉面排气这一步呢 咱们还是把它揉光之后 然后搓成条就可以来砍馒头 或者是揉圆馒头 其实咱们用牛奶发面呢 一定要注意好牛奶的用量 咱们在用之前稍微加热一下 这样呢 更有利于发酵 就像咱们用温水是一样的效果 做好的馒头在进行二次发酵这一步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之前咱们说过 用温水去发面呢 后面还有一点没有告诉大家 咱们在发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好 不是它长大了就OK 像现在画面中这样的状态 它并没有完全发好 它只是向上长了 它的横向还没有发酵好 所以咱们不要看馒头好像长大了 这时候就可以蒸了 其实呢 咱们一定要注意好 它的各个面 如果说另一面鼓起来了 就像咱们现在这个状态 这时候才可以去蒸制 不然咱们直接去蒸的话 它有可能出现烫死 发好以后 直接大火开蒸 蒸好以后的状态 就像咱们画面中这样 蓬松度很好 而且咱们掰开以后呢 它里面的蜂窝也比较细腻 不会出现有大的气孔 总之 咱们做馒头 每一个师傅教的不一样 大家用自己最容易理解的方式 去吸收 她的经验就一定能够把馒头蒸好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再次感谢您的长期支持和关注 如果你喜欢也别忘了帮忙点赞 才会关注 有任何想说的 想学的 或者是不清楚 不懂的地方 都可以在视频下方告诉我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